针对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来的涉台主张 九成左右民众是强烈反对其宣称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更不认同中共以武力威胁台湾的做法 主流民意支持政府两岸政策立场 近九成支持政府持续做好自我防卫 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 八成以上支持总统国庆演说 呼吁兵戎相见不是两岸选项 绝大多数民众主张广义地维持现状 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 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